毛主席宴请这位老人,周总理在一旁作陪,素育大将帮起摆设碗筷,相比较现在民国时期的文化氛围更显得认真和深刻,而现在太多所谓的文人在素食文化的影响下,失去了潜心做学文的耐性。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,他是一位儒学大师和雄实力良宿明,一起被称为现代儒家三圣。周总理称,他为中国当代理学大师,他就是民国大师马亦福。 马亦福出生于光绪年间父亲,曾是县令母亲也出生名门望族,而年幼时的马亦福文采就极其出众,被称为神童十六岁。 看家乡士的马亦福,利亚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二人,成了乡士的榜首,当时利性派的代表人物,利学名家汤授钱非常欣赏马亦福,就把大女儿汤姨,取配给他身处新旧思想交替之际。 马亦福对来自父母的包办婚姻,甘之如一和汤姨情投一和,只是当马亦福的父亲逝世之后,汤姨却在需要守志的三年中意外怀孕,夫妻二人决定尊重儒家守志的要求,不要这个孩子不幸的是汤姨由于堕胎,不幸离世。 马亦福深爱妻子从此之后,以新智学在未娶妻马亦福离开了家乡,决定学习来自西方的先进科学,达到为民众开治的目的。 1902年马亦福到了上海,通过自学很快掌握了英文、拉丁文、法文等多种语言马亦福,在1903成为了普伦亲王的翻译,随同清政府的团队一起前往美国参加十二届世界博览会。 在美国的马亦福很快改变装束,成了一位现代的西方青年短短几个月的时间,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书籍,并且成为了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人。 也正是在美国的学习,让马亦福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文化,虽然先进科并不一定适用于当时的中国,很快他便决定去日本学习在日本的半年马亦福,又自学了日文和西班牙文。 翻译出了日本的政治罪恶论,而不到两年的时间,马亦福翻译了多部来自西方的哲学著作,可是在经过刻苦的学习和研究之后,马亦福最终决定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治学的重点。 马亦福从归国后就一直隐居前新研究学问,对政治毫无兴趣随着名气的增长。 前来拜见马亦福的人也越来越多,可是马亦福不但拒绝了大军阀孙传芳的求见,还拒绝了三位著名校长。 请求马亦福出山任职的聘请,始终致力于儒学的研究。 坚持传统文化的马亦福创办了书院,可是不久之后抗日战争爆发,马亦福不得不带着学生逃亡一路颠簸流离。 最后,由于诸多原因,马亦福接受了主可真的请求以大师的名义,前往浙江大学讲授国学。 正式在浙江大学的讲课生涯,让马亦福留下了泰山会晤和宜山会晤,这两部著作抗战时期马亦福赚到授业。 不亦乐乎建国后马,亦福出任了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,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务,并且在陈毅的邀请下出任第二届。 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,1964年,毛主席宴请全国政协委员的花甲之人马亦福也应邀赴宴,并且被安排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。 由年纪尚清的素欲为马亦福摆设参举,已是尊敬宴会之后,双眼已尽失明的马亦福写了多次才写出满意的两幅对联,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。 马亦福的自封子凯是极为推崇的,甚至说,马亦福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,1967马亦福与世长辞享年85岁。